眼前这个和杨过一样失去右手的男人 经是凌恨谷四大刺客之一 轻面修罗齐军元 在一次任务中 齐军元因护骨右手被斩 谷主金罗太岁亲自为其打造一只修罗手 也就是机械臂 此壁不但无坚不摧 杀上李金人 其内还藏有机关暗器 叫人防补胜防 军元并非杀人工具 而他一生最大的心愿 便是找到一块刻有藏宝图的铜片 镜头回到二十年前 当年有一个神秘雇主 找到齐军元的父亲 让他在铜片上刻一张藏宝图 谁知尽惹上灭门之祸 一夜之间 七家三十七口惨遭灭门 齐军元因躲在柴房逃过此街 家人惨死 肯定与藏宝图脱不了干系 那时的齐军元无依无靠 连生活都有问题 要报仇弹何容易 幸得鬼仇判官收养 还将他营建到离恨谷 二十年事件弹指而过 齐军元惜得判官真传 一身的武艺 然而当年的雇主 却毫无音讯 就连藏宝图也不知所踪 直到这天 东国鞭城太守 无意之中 得到藏宝图 然而藏宝图却没有让太守走上人生巅峰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各路人士对藏宝图屈之若鹜 首先就是东桑国主公柴盛 他担心藏宝图被人劫足先登 进军统领赵床 未替主公拍仇 打算用重镜 从太守手中购买藏宝图 对此 锐亲王不屑一顾 还阴阳怪调的讽刺赵床 可见朝廷的水很深 同样都是皇室血脉 作为弟弟的锐亲王却只能畏惧人臣 心犹不甘的他背着柴盛 来到黎恨谷 提出花高价 请刺客抢夺藏宝图 还要杀了赵床 除此之外 南陵王也警惕了起来 与东桑不同 南陵王的军师 是他的皇后花夫人 花夫人虽是封城女子 但阻止多谋 话说黎恨谷谷主 与锐亲王谈好价钱后 便亲自挑选手下去执行任务 唯独没有选齐军园 因为他知道藏宝图 关系到齐家的灭门之仇 可齐军园等这个消息 已有二十年了 于是瞒着谷主 偷偷跟了过去 很快 赵床奉命找到太守 提出用一百斤黄金 换得藏宝图 探守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 拍下表演的尸头 突然喷出我一阵火焰 紧接着一阵爆炸开来 瞬间现场一片混乱 离恨谷的五大刺客 杀了出来 唯独的光头是怪魁山魁 战斗力很一般 无人想想从太守守中 抢得藏宝图 动静上搞得挺大的 不料太守侍卫众多 再加上赵床这个禁军统领 也不是吃素的 离恨谷的五大刺客 居然落了下风 这时 守在屋顶的齐军园上场了 利用机械臂 射出星云锁链 飞身进场时 一暗器解决了一波侍卫 齐军园拦住战斗力最强的赵床 两人一言不合 直接较量 赵床虽剑法高超 可齐军园的修罗手变幻莫测 打斗之中 赵床被踢进屋 齐军园正欲陈胜追击 突然一只冷剑来袭 齐军园快速闪避开来 原来屋内藏有四个凶神恶煞的高手 四人各个武艺高强 四人竟知道齐军园的底细 齐军园势单力薄 心知不易久战 于是钩主失头 制造混乱 施展星云锁链 逃离此地 此次行动 因为四大高手的突然介入 黎肯古派出的五人全部战死 藏宝图依然在太守手中 赵床没有得到藏宝图 便留在太守府等结果 齐军园虽然全身而退 但没有解开藏宝图之谜 找到仇人 他是不会走远的 作为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离恨谷 难道就这点本事 答案肯定不是 入院后 探手一边派人全臣戒烟 行动上却背道而行 招来一群武器 打算放松心情 一曲歌舞过后 男人留下一名女子 打算与其共睹良宵 就当两人你农我农时 女子突然从嘴里掏出一根银针 对着男人的脖子扎了过来 瞬间男人一头栽倒在地 不省人事 女子刚找到刻有仓宝图的铜片 背后却出现一个面具人 此人正是轻面修罗 齐军元 你刺了他 我的线索让你给断了 齐军元先是自我介绍 紧接着揭露出女子的身份 女子也不多说 竟然像孙悟空一样 将自己的头栽了下来 面具之下 竟是如此的清秀可人 原来此女人名叫小秦 也是离恨谷的刺客 隶属易戎分谷 原来当初谷主为了以防万一 派出两队人马 看来美人计 比五人刺杀小组更管用 分分钟便放倒了对手 得到藏宝图 服从上其命令 齐军元以谷主有命 让小秦叫出藏宝图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惨叫声 齐军元拉着小秦躲了起来 只见窗户上呈现几道血迹 齐军元知道 离恨谷高手白无常来了 原来白无常奉谷主之命 来取藏宝图 抓齐军元回去治罪 齐军元却提出与白无常比试 他数到三 咱俩同时出标 看谁快 齐军元和白无常 隔着窗户比试标法 就当小秦数到三时 白无常立马出手 冲进来一看 哪里还有人影 齐军元和小秦甩掉白无常 在街上一阵狂奔 没跑多远 竟然遇到了师父 鬼仇判官 原来谷主得知齐军元 私自拿走藏宝图 大发雷霆 说他叛谷 派高手清理门户 齐军元执意要查出真相 师父为了成全他 提出假打 我绣会一刀 划上你的腹 在我想回身的时候 你已经出标伤了我的右臂 在师父的安排下 师徒俩演了一出好戏 齐军元受了轻伤 用修罗手打伤了师父 劫持住小秦逃走 齐军元和小秦 在逃亡的途中 经历生死互生好感 不久 两人来客栈休息 女子的脸庞 在烛光的映照下 更加柔美 小秦也是可怜之人 从小无父无母 被离恨骨收养 做了很多 他不想做的事 夜里 两人稀里糊涂地 住进了一间房 隔天一早 小秦送别齐军元 两人一一不舍 不再见了 随后 齐军元按照小秦提供的线索 赶到八仙楼 见到了雇主 瑞清王 瑞清王也不废话 让齐军元 交出藏宝图铜片 齐军元在交货之前 询问瑞清王 那日在太守府 攻击离恨骨的西域高手 是什么来头 瑞清王不想回答 瑞清王也不是好惹的 让手下将小秦带出来 说是数到三 还不交出藏宝图 就在小秦的脸上刻字 关键时刻 门外射出无数只暗器 瞬间 现场一片混乱 瑞清王被暗器击中脑门 当场暴毙 齐军元趁机救下小秦 就当他以为安全时 一件黑色斗篷飘了进来 竟然化作戾气袭击侍卫 来者是离恨骨绝顶高手黑无常 他的目的和白无常一样 是抓齐军元回离恨骨请罪的 黑无常乃是离恨骨的绝顶高手 颇于无奈 齐军元只得接受挑战 我要用我的修罗手 来向你的阴阳伞吵架 说吧 两人便亮出各自的兵器 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就在这时 接便传来异响 一群铁骑兵将三人包围 大敌当前 黑无常与齐军元只得暂且停战 两人猜测 这些铁骑兵是南陵国派来的 想来南陵王和花夫人 也盯上了藏宝图 之前迟迟没有行动 是想坐受渔翁之力 只见花夫人一声令下 第一波弓弩兵便冲上了楼 危机时刻 黑无常用独门绝技 阴阳伞一边攻击一边掩护 看似普通的阴阳伞 内里却藏有数只案件 一旦被击中 必死无疑 除此之外 黑无常和齐军元的武艺 也是深不可测 很快 公武兵被团灭 花夫人也不怒 当即派出第二波人马 首先命人放烟雾弹 瞬间屋内烟雾弥漫 紧接着戴着口罩的追兵 摸紧了屋 不了三人早就躲在房梁上 齐军元用修罗手 控制住八仙雕像 在烟雾中攻击追兵 追兵被打得莫名其妙 晕头转向 很快 两波追兵被放倒 花夫人也不废话 命全体手下放箭 无数箭尸 犹如雨点一般袭来 三人纷纷躲避 细小的弓箭 无法刺透厚实的木板 花夫人又命人敢为 弓弩攻击 如此疯狂的攻击 眼看八仙楼 就要招架不住 齐军元给黑无常 打了个手势 让他先行离开 此刻 南陵铁骑兵 正欲拆掉八仙楼 齐军元交代小青 趁乱开溜 自己则冲出去 与对方周旋 可小青却不愿抛下齐军元 结果成为人质 为了小青 齐军元只得投降 此刻 赵闯已回国 向主公柴盛 汇报了那日 在太守府的情报 柴盛怀疑是瑞亲王所谓 赵闯不相信 柴盛打开机关 带赵闯进入密室 原来柴盛暗中派人收集了 所有大臣来往的书信 其中就包括瑞亲王 以及离恨谷的 这样说来 柴盛早就不信任瑞亲王 如今柴盛打算重用赵闯 却又以他的家人安危 所威胁 另一遍 齐军元和小青成为俘虏 被带到南陵国 花夫人并没有为难两人 还对小青的美貌 赞不绝口 随后以知道 藏宝图的线索为条件 让齐军元去行刺 东陵主供柴盛 行刺事件 花夫人都已经安排好了 到时将以共同开发宝藏为由 约柴盛来阴血馆接盟 很快 结盟仪式开始了 东桑柴盛和南陵王纷纷到场 装模作样的发下毒誓 南陵王让手下拿出藏宝图 期间 赵闯奉命给南陵王献酒 被齐军元拦住 赵闯认出齐军元的身份 就在这时 一位乐师 启动事先布置的机关 瞬间一阵爆炸声开来 现场一片混乱 原来乐师是武林高手乔装的 还提前在现场布置了机关 随着机关被启动 瞬间一些南陵侍卫 伸手一处 紧接着 跳进来几名训练有素的刺客 混乱之中 小秦救下柴盛 还顺走他手中的藏宝图 而之前的乐师高手 在现场大开杀戒 他的目标 是南陵王 危机时刻 齐军元救下南陵王 两人先是以刀剑较量 齐军元灵机一动 认出一颗炸弹 高手露出真实面目 竟是自己的师父 赵闯担心南陵王伤势 上前关怀 却趁机给了他一刀 一代萧雄死得不明不白 花夫人看到了这一幕 心如死灰 却拿赵闯无可奈何 深夜 花夫人找到赵闯 听两人的谈话 才知道真正的幕后主使是赵闯 十几年前 两人本是老乡好 还有一个私生女 花夫人却被当成妻子 安排在南陵王身边 赵闯答应事成之后 就来接花夫人 殊不知 齐军元躲在屋顶 听到两人的谈话 还是你最厉害 当初你让我打造那块 根本不存在的藏宝铜片 两人接下来的谈话 让齐军元大吃一惊 原来世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前朝宝藏 藏宝图只是两人设计的离剑计 让东桑和南陵互相制衡 之前太守得到藏宝图 也是两人设计的一出戏 期间 花夫人提到离恨谷 问赵闯 离恨谷为什么要听命于她 对于眼前的花夫人 赵闯起了疑心 将来江山和我 你只能二做七 花夫人选错了 因为她是小秦 用一绒术假扮的 赵闯也不糊涂 将计就计 将此事 推到东桑主公柴圣身上 齐军元和小秦上当 就当她赶到王府找柴圣时 却中了赵闯的陷阱 有刺客 齐军元只得快速逃离王府 此刻 师父鬼仇判官 已经提前赶到居院 判官回国头来时 四个西域高手 拦住出口 与判官较量 原来想将鬼仇判官灭口的 是离恨谷谷主 金罗太岁 就当齐军元赶来时 师父鬼仇判官 一事奄奄一息 临终前 师父告诉齐军元 四个西域高手 听命于谷主 通过谷主身上的佛珠 他发现谷主就是赵闯 真相大白 齐军元的仇人 就是赵闯 此刻 赵闯已除去主公柴圣 并成功嫁祸给齐军元 与花夫人联手 收复南陵 大权在握 赵闯却不着急登基 而是邪天子已令诸侯 作为爱情扛把子的花夫人 却后悔了 十几年来 南陵王对他情深义重 而他却在算计对方 就当赵闯准备驱走 南陵国兵符使 花夫人一脸的不悦 赵闯当场发誓 忽幼主周全 若有二心 甘受恶果 涌落地狱 就当赵闯准备 接下兵符使 门外传来巨响 侍卫来报 又刺客闯入 原来是齐军元 他首先炸掉了赵闯的火药库 就当文武百贯 不知所措时 陈外传来赵闯叛变的声音 赵闯当即 叫来自己的部下 赵闯 已经带到今天 赵闯一不做 二不休 拔剑在王宫 大开杀戒 宫外 赵闯的部下 已将王宫包围 为首的正是 那四个西域高手 齐军元也带来了 黎恨谷所有兄弟 这次 他不再是单打独斗 原来就在前几日 齐军元告诉黑白无常 赵闯的应谋 黎恨谷众人为赵闯卖命多年 却沦为弃子 为了活下去 他们决定浴血奋战 就这样 双方人马较量了起来 此刻 王宫内的赵闯 已杀光所有障碍 老乡好 花夫人手持兵符 劝赵闯回头失案 算计了二十年 只为今日 赵闯怎会罢休 花夫人劝说不成 掏出匕首 自尽而亡 失去老乡好 赵闯一边哭 一边打开装兵符的盒子 然而里面装的却是 齐军元的修罗面具 是你教我们一局破局的 太岁 齐军元走了出来 揭露出赵闯的秘密 金罗太岁与赵闯是同一个人 花夫人则是离恨谷 失踪多年的活武天后 为了实现自己的野性 赵闯让齐家打造一块 不存在的藏宝图 引得东桑南陵之正 事后将齐家三十多口人灭口 为了取得柴圣的信任 不惜让谷中兄弟去行刺自己 当替死鬼 得知齐军元不会放弃追查藏宝图 并设计陷害他行刺柴圣 还给他扣上了叛谷的罪名 让全谷的人追杀齐军元 你谷主的身份 摇身一变 做你的一代霸主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两人较量了起来 赵闯身为离恨谷谷主 早就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金色战甲 其中最神奇的是一对钢铁翅膀 正好挡下齐军元的修罗手 赵闯抽出一对双刀 两人较量了起来 齐军元身为首相 比起曾经的老大 战斗力肯定是稍逊一线 但所谓拳怕少壮 赵闯已年过半百 打斗之中 齐军元虽受伤 但抓住机会 给了赵闯一击重拳 此拳直接让赵闯摔出数米 可赵闯很快又爬了起来 就当他施展大鹏斩翅 准备彻底送走齐军元时 闪转藤罗之剑 齐军元用修罗手拍向他的胸口 此掌力道十足 直接摧毁了赵闯的钢铁翅膀 修罗手 都给收回来了 不料齐军元先下手为强 用手中的利刃 刺向赵闯的双眼 随后扔出刻有藏宝图的铜片 斩断拍扁绳索 赵闯被拍扁砸中 后退两步 被身后的利刃 结果了性命 时隔二十年 齐军元大仇得报 此刻 黑白无常等人 已将外面的战火平息 小秦找到齐军元 和他一起回到离恨谷 说出一段往事 原来小秦是花夫人的女儿 也就是当天 他为何能假扮花夫人的缘由 不过他决定忘记过去 和齐军元一起重建离恨谷 这部《青面修罗》 上映于2022年 激起暗器术 精工细作 简单的复仇全谋故事 但剧情反转的太快 不看到最后 你肯定猜不到结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追风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 地下期不见不散